皇帝公然强占大臣妻子,用帽子嘲笑大臣,却被反杀害。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。 春秋乱世除了百家争鸣外,就是礼崩乐坏,随着西周的覆灭,东周的建立,周天子已没有能力控制日益做大的诸侯,很多诸侯失去了权力,无法约束自己的家臣,曾经建立的秩序彻底崩塌,很多权臣权力滔天,费力君主并不少见, 他们为达目的,还会做出弑君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,催住一个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的名字,这个人弑君后,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。 要求当时齐国太史公把齐庄公写成病逝,可结果怎样呢? 天帝君亲师,君排在第三位,也就意味着在古代,君王比自己的父母还要重要,古代这种思想挺流行的。 可是大臣真到了动手杀君王的时候,也没见谁下手亲了,春秋时期,齐国有位大臣叫崔柱, 子,一称呼为崔子,便亲手杀了齐国的国君齐庄公,原因是齐庄公和他老婆在一起, 并且,崔柱为了阻止使官记下崔柱是齐君这句话,还连续杀了两个使官。 庄公六年,公元前五百四十八年,唐一大夫唐公去世了,他的妻子东郭江还很年轻, 当时东郭江的哥哥东郭眼为崔柱的家臣,为了前途窜多崔柱取东郭江, 崔柱于是借着调研唐公的机会,来到唐公家中见到了东郭江。 这东郭江长得如花似玉,绰约多姿,楚楚动人, 看得崔柱心中七上八下,心中燃起了浴火,崔柱就娶了年轻貌美的东郭江, 可是崔柱这时已经年过半百,而崔夫人虽然两度嫁人, 但这会儿也只是刚刚年过二八的妙龄年华,崔柱满足不了东郭江的需求呢, 东郭江嫁过来无疑就是守活寡。 他不甘寂寞,而齐庄公因为崔柱拥立他,所以很感激崔柱,经常来到崔柱家中, 而且偏偏喜欢上唐江,经常到崔柱家与志在一起, 完事以后还把崔柱的帽子踢来踢去,随从劝谏, 这样不行,庄公说,不是崔子,难道就没有帽子戴吗? 崔柱听说后,盘问唐江,唐江说, 笔邪国君之事已领我,非一妇人所感拒也,妾自知有罪,不敢言耳。 对于庄公的荒唐行径,崔柱是怀恨在心,并产生了报复的念头。 于是在这一年的五月,崔柱称病在家,打算引齐庄公上门探望。 然后瓮中捉鳖,色令致婚齐庄公也是真不找脑子, 借着探病的由头,就想要去调戏崔柱之妻崔柱, 被吓坏了的崔柱连忙躲进了老公崔柱的卧室, 并把卧室的大门锁死,不让他进来。 那啥上脑的齐庄公也不顾忌, 这是崔柱的卧室,就自顾自的在卧室门外拍着门柱唱起了情歌。 趁着这个机会,适者假举借着不能打扰崔庄公的雅兴的理由, 将齐庄公的护卫都赶出了院子,并关上院门, 崔柱的手下剑,齐庄公的护卫都被赶出院子, 便连忙围了上去,想捉杀了齐庄公。 这下子刚刚还兴致勃勃唱情歌的齐庄公可慌了神, 登高求饶,请求不要杀他,哪怕让他去太庙身亡也好, 但崔柱的手下那肯放他离开去什么太庙, 没办法的齐庄公只好跳墙,想要翻墙逃走, 结果被人一剑射中大腿,掉下墙头, 最后维尔杀之,燕子知道后来到了崔武子的家门外, 随从问他,燕大夫要为国君去死吗? 燕子说,他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国君, 我为什么要为他去死? 随从不解,又问道,那你要准备跑路了吗? 燕子说,我又没有犯罪。 跑什么路? 说完,燕子大踏步地走进崔武子家里, 走到齐庄公的尸体前,浮尸放声痛哭, 哭完之后,站了起了悲痛的连续顿脚, 然后又大踏步走出了崔武子家里, 崔武子的家奴,对崔武子说, 主上,一定不能让他活着走出崔家, 崔武子说,燕子是黎明百姓敬仰的人物, 放他走,可以赢得民心。 之后,三弟来当使官了, 还是记载崔柱是齐君, 死活不愿改, 崔柱就杀了第三个使官, 最后是这家老小来当使官了, 仍旧写崔柱是齐君, 崔柱就说你不怕死吗? 结果这个最小的使官说据是直输, 是使官的职责, 势之求生,不如去死。 你做的这件事, 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。 我即使不写, 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, 反而成为千古笑柄, 崔柱觉得也没办法, 就放了他,随便他写了。 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, 崔柱杀使官这件事传到了其他国家, 其他国家使官听说这件事赶紧往齐国来, 因为他害怕崔柱如果把最小的使官也杀死的话, 就没人记载历史了, 所以自己就过来了, 他知道这极有可能是条思路, 但还是坚持过来。 通过这件事, 我们能看出来, 使官为了记录事实, 真的是豁出性命的。 不过还可以看出其他的事情, 就是使官对君主来说也是一种威慑, 当时的使官都是世代相传的, 只在这一家内赚下去, 而且不受君主和其他大臣的干涉。 换句话说, 这家人掌握了记载历史的权力, 古人还是很在意历史对自己的评价, 所以对使官也礼让三分, 即使在后来秦始皇建立封建制度后, 使官还是在皇权制度外的。 这也就是汉武帝为何要阉割司马迁的原因,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。 怎么可能允许这种官职的存在, 不受自己控制? 这对皇权是极大的挑战。 那么, 齐大夫崔柱为何不杀燕英? 崔柱之所以会砍了齐庄宫, 一是为了女人, 二是不想继续窝囊, 为自己扬眉吐气一番。 三来, 他是想在拿掉齐庄宫以后, 掌控齐国的朝政。 所以, 崔柱的根本目的是, 老子要当王。 一个想当王的人, 虽不用风度翩翩, 但要有气度, 能容人。 另外, 崔柱砍了国军的人头, 在当今要入狱, 劳动改造, 在古代, 则是灭族的大罪。 所以, 崔柱有错在先。 雁英哭君王无错在后, 而崔柱又一心想当王, 所以, 他便君王肚里能撑船, 豪爽地把雁英给放了。 雁英在当时的齐国, 少有名气。 要知道, 在古代, 砍个百姓容易, 一道命令即可, 但要砍一个有名气, 有社会流量加持的人, 那可难办了。 所谓打沉问粉丝, 要想干翻这样的人, 就先得问问他的粉丝同不同意。 在当时的齐国, 雁英的德智体美劳, 和柯满分, 拥戴他的人, 可以从体育场排到学校饭堂。 所以, 崔柱当时之所以不杀雁英, 是想给雁英的粉丝留个好印象, 为自己以后的成王之路铺平道路。 这一点很重要, 崔柱是一位梦想当王之人, 恰好, 雁英又是位能人义士。 那么, 任用雁英搞好齐国, 便成了崔柱当政后, 一键板上钉钉之势。 毕竟, 惹恼崔柱的, 只是那个坏蛋齐庄公, 与雁英无关。 如果英这是把雁英弄没了, 这对齐国来说, 损失太大了。 所以, 留着雁英的小命, 以后当有大用, 正是考虑到这点, 崔柱才会不杀雁英, 豪爽放人。 在历史上, 会存在一些肮脏的角落, 他们掩盖在文明的阴影下。 史官记录别人的历史, 自己的名字却总是被历史忽略, 他们是历史中最不易被察觉的一批人, 却也是最高尚的一批人。 他们用浩然正气捍卫历史的威严, 篡改的历史即变团花似锦, 也不能遮掩他在鲜血中汲取养分的事实。 为了能够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真实的过去, 他们前赴后继,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, 有半卷是用他们的鲜血写成的。 崔柱又把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书找来, 结果这两个人和太史一样, 也如实记载, 他们也被崔柱杀了。 崔柱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记说, 你三个哥哥都被我杀了, 你难道也不怕死吗? 你还是按照我的要求来写, 就把齐庄公写成暴病身亡吧。 太史记严肃地说, 史实就是记录真实的历史, 这是作为史官的职责, 为了迎合你,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, 就违背事实去作假。 我这个史官还不如去死。 你做的这件事, 迟早会被大家所知, 你可以杀了我, 但无法抹去你是君的事实, 你费尽心思也掩盖不了罪责, 反而会因为杀史官这件事, 而成为千古笑柄的。 崔柱里屈慈穷, 就算是穷凶极恶的他, 此刻也变得无话可说, 只得放了太史记, 崔柱灰溜溜地走了。 这是他步入仕途以来, 遭遇的最大挫败, 在崔柱的眼里, 齐庄公不过是个废柴, 为了活命什么都能做, 让他做条狗都可以。 而齐庄公不过是个傀儡, 没有自己的恩赐, 他这个国君是做不成的。 因此, 齐庄公也只能对自己为命士, 燕英是天下名士, 但对自己的弑君行为, 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。 但他在史官这里碰到了硬钉子, 这些人是真正有信仰的人, 就算你们砍掉了他们的头颅, 他们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。 对于这样的人, 崔柱知道是杀而不绝的, 继续杀下去, 不过是白费力气, 增加自己的恶名罢了。 因此最后他放弃了挣扎。 当太史记从兄长家走出来的时候, 正遇到南史氏带着竹简跑过来, 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, 为了不让这段历史被篡改, 他是专门过来继续食血之士的。 当然在南史氏来之前, 他也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, 因为崔柱的暴虐是视所供之的, 但他并不畏惧死亡, 因为他认为他做了对的事。 感谢观看